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沙手梁 昨天沒有更新 因為大家有沒有發現我的畫面畫質變好了 我換了新手機 之前那支手機除了用了也蠻久了 兩三年以外 再來是它速度越來越慢 然後畫質上次也被人家說 我的影片畫質實在太差了 所以我決定換一個新的攝影器材 這支我現在用的手機是Nokia 8.1萬元以下 9900還是9990我忘記了 反正不重要沒關係 重點是我對於這支手機的攝影跟 不管是攝影還是拍照 我覺得都非常令我感到驚艷 因為在我的店裡面的環境之下 其實燈光是非常的不足的 這支手機卻可以把整個畫面畫質拍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個人真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滿意 1萬元以下來講 我覺得是非常大推的 只是前陣子瘋狂缺貨 那最近好像有補貨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趕快入手喔 好不好 只是殼跟保護貼有點難買就是了 好啦 那接下來呢 明天凌晨 應該說就是明天的早上 大概凌晨大概四點的時候 我就會起床準備出發去香港 帶老婆跟小孩子去 香港迪士尼 香港迪士尼 然後去見一位 香港的朋友叫查查的 我們去吃飯 那這幾天呢 當然可能就沒辦法日更了 但是我一定會拍影片回來 那再來介紹給大家 我們去香港玩了些什麼 香港迪士尼有些什麼東西 OK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那非常不好意思 日更這個任務呢 可能在此就要中斷了 不過經過這幾次的日更啊 這幾集的日更啊 我真的覺得日更是一件非常非常累人的事情 因為我不像其他的YouTuber 他們想了很多題材 然後一次拍很多 慢慢的上傳 我是每一天 每一天起床的時候 才在想說我今天要拍什麼 所以其實是真的是蠻辛苦的 蠻辛苦的 OK 但是我覺得有這個是體驗 我也覺得蠻開心的 好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對我有什麼想法 或有什麼疑問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我是殺手良 那拜拜啦